大家好,今天我将会同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 扩充功能程式 个扩充程式名字叫 谷歌翻译 相信大家对这个程式都不会默塞 而我在之前的视频 都同大家介绍过 手机版的谷歌翻译 而今次为大家介绍的 是浏览器扩充程式版本 它虽然没有手机版那么多功能 但用起上来极之简单和方便 个扩充程式在翻译语言方面 它支持超过240种语言翻译 而且还包括广东话 而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只要用滑鼠选选要翻译的文字 再按一下图标 程式就会即时作出翻译 如果开启它的自动显示翻译功能 就会即时显示翻译字句 不需要再按图标 跟着下来 我会同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安装和使用 首先用滑鼠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浏览器右上角 三点图标 按一下 在选单里面选择Chrome应用商店 进入Chrome应用商店页面 在画面上方中间搜索栏打入Google Translate 然后在键盘按输入 在搜索结果里面 选Google Translate 画面会显示相关程式的详细资料 在画面的右上角 按一下加入Chrome 然后再按一下加入扩充程式 画面会显示信息 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 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Google Translate 扩充功能图标 进入扩充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确定Google Translate已经开启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个程式 首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设定 按一下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在里面 按一下扩充程式选顾 选择我们要翻译的语言 我们现在选择繁体中文 跟着下面还有三个选项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 选择翻译字句后 显示图标同弹出翻译时出 第二个是 选择翻译字句后 即时弹出翻译时出 第三个是 选择翻译字句后 不显示图标同弹出翻译时出 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之后 再按左下角储存 储存设定 现在开启一个食谱网页 长按滑鼠左键 选择要翻译字句 选择完后放开滑鼠左键 之后 字句下方会出现谷歌翻译小图标 按一下会弹出翻译时出 如果选择字句太长 小图标就不会出现 这样 我们就要按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才可以看到翻译结果 而翻译结果视窗里面 如果有喇叭图标 按入去 程式会读出翻译字句 跟着我们试下第二个选项 按一下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然后在 扩充程式选项里面 选择第二个 翻译字句后 即时弹出翻译时出 然后再按储存 现在选择要翻译字句 将鼠标移到要翻译字句开头 再长按滑鼠左键 将鼠标移动到要翻译字句的结尾 然后放开滑鼠左键 翻译视窗即时弹出 如果选择字句太长 翻译视窗不会弹出 这样 我们就要按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才可以看到翻译结果 跟着 我们试下第三个选项 按一下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然后在 扩充程式选项里面 选择第三个 翻译字句后 不显示图标同误弹出翻译时出 然后再按储存 在这个选项 选择翻译字句之后 我们就要按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才可以看到翻译结果 现在我们试下将设定语言 转回广东话再测试 按一下右上角谷歌翻译图标 然后在里面选择广东话 再按储存 用滑鼠选择一段 想翻译的文字 然后再按一下谷歌翻译小图标 程式弹出翻译时出 但里面没有喇叭图标 如果想听广东话翻译字句 可以按一下右下角更多 程式会转到谷歌翻译网页版 在里面按一下喇叭图标 就会听到广东话翻译字句 在广东话翻译里面 如果选择字句太长 有部分字句会翻译不到 希望谷歌迟会有改善 如果想全版网页翻译 其实Chrome浏览器内建翻译功能都可以做到 按一下Chrome浏览器右上角三点图标 然后选择翻译 在弹出视窗盒里面 按一下三点图标 然后选择要翻译的语言 选择完成后 再按翻译键 程式即时将网页翻译成中文 如果想将网页转返英文 就重做之前的操作一次 但选择语言为英文就可以 这个程式真是一个简单 方便又快捷的翻译工具 由于互联网的资讯 来自不同的国家和语言 有了这个程式 我们可以更加轻松地了解不同的资讯 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浏览体验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 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程式 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看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意 分享 按赞 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